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在这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带您关心 台湾太阳能发电目前发展的现况 我们知道在南台湾 每年的日照时间 至少有2000多个钟头 如果能够充分运用的话 应该能够达到相当程度的替代能源效果 而在相关的立法通过之后 政府也提出了一些补助办法 不过到目前为止 显然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 为在高雄大岗山的超峰寺 也加入了太阳能光电的申请行列 因为我们古典就是 用电量都过大 所以都超过压力 每个月 每个月都是发金 所以很严重 所以一定我们就是想 因为如果能源波测下去 我们就每个月不得再集出 工程人员正在寺庙的屋顶上 进行最后一道工程 像这样的工程 大约一两个月就可以完工 但是距离上一次施工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这些基础座 这些脚架是从去年99年度 大概六月份至七月份 就要组装大概完成这个层面 后续政策问题点这边超峰 是为了建筑使用执照因素 所以只先停摆 和主持事物探讨先停摆 这个案子在开始动工后 因为换了审查单位 庙方被要求提出建物所有权 其实我们这间寺庙已经三百多年了 实在说 若没有中国民国就有这间寺庙了 不用怎样有这个建筑 观音店前香烟鸟鸟 信众虔诚祈祷 超峰寺最早建于1665年 三百年来历经了数度翻修 超峰寺在98年与经济部签订的合约中 减负了高雄县政府的公文 认定超峰寺属于法规颁布前 就已经存在的合法房屋 但是99年成立的 再生能源设备查核办公室 却还是要求他要提出相关文件 各个单位应该互相探讨 可以再公告出来 就不能说一个人想这样 后续这个刀又抵制 不然公告出来 那厂商都已经投入了 后续的 像好比我这两块也投入了两千多万 但是呢 多久才可以收到哪方面的钱 工程延宕了一年之后 能源局提出折中方式 只要高雄市政府证明房屋为庙方所有 就可以完成认定作业 即使如此超峰寺原本预计申请 99年度的短购费率 也因为完工日期延后 只能申请后来被调降的价格 旧有建筑的认定问题 加上顿购费率调降 大大降低了民间的申请意愿 我觉得说可能从新建屋会比较妥当 因为如果说旧建屋 可能会有一些它结构上的问题 廖继良认为新建筑要装设太阳能板 比较没有繁复的程序问题 这栋他亲自设计的透天错 就将太阳能发电纳入规划 其实我那时候只有单纯的想法 就是说家里有个太阳能发电 然后来就是说减少用电量 这个2.45千瓦的设置 总共花费72万 能源局补助一半 用了两年下来因为成效良好 屋主准备将另一边也装上太阳能板 我们2.45K瓦的话 我这边的话 差不多一个月平均起来 差不多在280度 所以在1月份冬天的时候在280度 但是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278度 这套设备采取和台电并联的系统 当屋内用电量较少时 除了自己使用还可以迈回给台电 一旦电力负荷较大 就由台电补充 虽然屋主很满意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太阳能发电还是个遥远的梦 朋友里面很多人都会询问 但是真的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问题 大家就会觉得说 好像不符合成本 廖继良认为 这么好的太阳能发电 应该由政府带头 先从公共建设新建案开始示范 几瓶以上的独栋的房子 你就需要 然后再来就是那种 现在的大楼 你公社或是某一部分 你去规定他一定要使用 太阳能板或是再生能源 这一部分 能源局在今年开始 鼓励民宅设置小瓦数的 太阳能光电设施 台湾电价平均只有2.7元左右 而太阳能的发电成本 一度电都在10元以上 电价没有适当的回归到市场面 电价还是这么便宜 它永远是很难交叉 电价要不要调涨 补助政策有没有诱因 都关系着这项再生能源的发展 目标是达到百分之十五 到2025年 在这个百分之十五里面 太阳光电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 再生能源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补助政策是手段 相关的教育推广也少不了 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有个乐活节能屋 就是将这种绿生活介绍给民众 我们这边除了外壳节能室外壳 还有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捷径能力 就是太阳能力 因为我们上面是做写物的 而且我们的方向是做给草满 所以说你会吸收很大的太阳能力 太阳能发电普遍受到参观民众的认同 但一样是较好得多 愿意共襄盛举的寥寥可数 我觉得在要盖房子之前 他就把这个讯息来批供 让那个住户要施工的时候 先来有一个构想 然后再来进行的话 可能这个政策会比较快推动 放眼台湾的屋顶景观 从乡下的透天措铁皮屋顶 一路走到都市的高楼大厦 都是太阳能板可能的落脚处 对于遥远的未来 人们很难想象 下个世纪的规划和愿景 其实需要主政者的睿智和远见 下个世纪的睿智和远见